Hello 有唐先生 現在我就在韶慶恆大西江銘均 整個樓盤是一個叫山清 可否用山清水瘦形容呢 對面有一個靈陽盒 有西江 然後它的人工戶有些小的噴泉 不知道是否是噴泉 整個樓盤浴陸化和這些配套叫逐步完善 其實坐在這裏的感覺都挺欣慰的 為甚麼 因為這個樓盤我們中堅買得比較多 又是恆大這幾年爆雷 這幾年經歷了很多 疫情 疫情三年 現在二四年 二三年就開了關 我們很多業主就通過我們的視頻買樓 線上買樓 買了之後 慢慢下落續續都收了樓 這幾年 整個大環境的一個 就是整個環球環境 就好像前二十名的民企 那些房地產來說 基本上以前排名那些 全部都 爆雷的爆雷 是不是 遙遙欲罪的 或者是叫 富富支撐的 無論史上災難也好 但我中堅依然在這裏努力 跟大家做服務 跟大家去做收樓 跟大家做跟進 這幾年就好似西哥名貫為例 恆大的樓盤為例 我每次回來 這一陣子就少 因為這陣子 體友團 以及 我們 都 我就在看 體友團 或者是其他 其實 在後面都跟進 幫業主跟進的 那些問題 就拍片可能少了 就好像恆大為例 西哥名貫為例 當時 恆大爆雷 大家很擔心 整個過程從買樓 大家的信心是 非常之 好的 是不是 大灣區退休 然後恆大爆雷 又不知道什麼情況 然後 周邊發展好像又有變化 就從 坐過山車 這樣的心情 甚至 恆大都是一度停工幾次 我們都有持續 不斷去跟進 上工地拍片 我估計應該拍到幾十集 如果大家有看開的話 就齋西哥名貫 上工地 和 老眾交涉 和銷售交涉 甚至和 相關政府部門去溝通 這幾年一直 持續不斷去做這件事 對 就是 在 整個 整個 時間的一個 推移 很多 很多樓盤 很多 就西哥名貫為例 或者整個 兆慶的 我們做幾年的業主 去到 駕外中軒的業主 去到 八成 幾 九成 就已經 完成了 收樓 驗樓 服務手足 是的 還有一小部份 應該都是 陸陸續續都會收樓 和大家做這個服務的 首先我要感謝 在我們鏡頭前面的觀眾 因為大家的支持 我們中軒的一個 新業主 老業主 有大家的支持 我們才叫 發展壯大 是的 在這裏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這幾年 經歷了很多 發生 又忙工作 接著我自己又生兒子 公司 有很多很多事 反正這幾年 我都不知道怎麼過 疫情這三年 接著過了之後 開關之後 其實又各種忙 是的 最近都聽到 西哥名貫 或者是 很多 紹興業主 或者附近業主 就拿了房產證 收完樓 入住了 又找我們裝修 做院裝 拿了房產證 最近這幾年 通了永電 整個樓盤就完善了 其實我們 聽到都非常之開心 和恩惠 當然還有少數 就不用說命棍 應該我們 就今天 都有 邵慶同事和管家 去了住建 去幫業主 去 怎麼說 投訴 有網簽問題 一座可能有十多戶 二 然後好像八座 五座 就是這些 交了樓這些 可能只有幾戶 加上十幾十戶 就是未網簽 其實我們持續 不斷和大家在跟進 我找梁總 找了銷售 應該是每次過來 除非他沒有空 或者 我都會去和大家跟進 基本上一個月 都去跟進 一個月一定有一次 多兩三次都有 恒大的回覆說 準備資料 大家就一批一批來 都已經在說 大半年 一年前的事 其實持續跟進 也要說 網簽怎麼辦 是不是簽不到 什麼問題 我們去問 發展商 其實發展商也不會沒有什麼人 只剩下三兩個銷售 他們負責的營銷領導 其實都是負責的東西比較多 一個人做了很多個人的事 就問了 要提交資料 等住見審批 OK 我們又去跑住見 我自己也親身跑過幾次 住見講法 就說 恒大的資料 即各方面各種問題 就說 不符合簽 好了 其實現在這個過程 拖鑽時間比較長 我都要跟大家說清楚 是不是 我們中堅一直以來 都跟大家持續跟進 但是這些在我們的能力 能力範圍內 更加在我們的同事能力範圍內 就不是說 未網簽是不是發展商不替我遞交 是不是中堅的同事 沒有回覆 是不是唐先生 只顧著介紹買樓 又不替我跟進呢 是不是 所以 這些 完全是 我們是 每個時期 都跟大家去追 可能剩下一小部分 未網簽的怎麼辦呢 因為一座都即將 陸續都可能 二、四年的三、四份收樓 未網簽或者是有幾戶的 住在哪裏都沒有收樓的 我們建議都不可以坐以待斃 建議大家都主動出擊 我們都會給大家一些方案 一就是 開了關了 大家親身過來 你回來 但是你如果是親身 星期一到五 就有時間 就可以去到 行政服務中心 水電煤 交汽稅的地方 或者是鼎湖一個地方 我鋪給大家看 其實我今早同事都去做 我們要把資料和素材給大家看 邵慶市鼎湖區住房和城鄉建設局 地址 打車過去十分鐘 可能是十元八元 就在這個 文樂大導覽111號 就在一個轉彎位 在這個位置 我們已經做了資料 教大家怎樣做 你如果可能 不單止我們 單方面去跟大家吹 其實我們吹了這麼多次 效果有限 不是我們不肯幫大家做 更加不是說 現在不會幫大家跟 只不過給更好建議大家 到時有你親身上來的話 星期一到五 去帶你的收據、研究書 你的個人資料 去到這個 商家這個住建部門 上到 這裡有個流程的 多少樓 哪個辦公室 是不是 跟他們有一個接諾人員 去登記一下 發生甚麼事 真金、白銀買的 但還未網簽 如果真是 我們 我們今早 今年是2024年 1月11日 如果今早同時 遞交資料 他怎樣回覆 今早8點半 要等下個禮拜 要等下個禮拜 反映 大概10天內 他說去到七個工作日 到時給個答覆 我們 看看甚麼情況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 跟白銀掌吹緊 名單都在這裡 我們今天遞交的 已經過了很久了 最近業主問 網簽怎樣搞 我們就主動出擊 我們叫同事 去到這個住建現場 去投訴 我們很多業主 最近 都 已經拖了很久了 為甚麼還未網簽呢 其實我們 跟恆大溝通應該都 基本上23年 2年到23年 是每個月 進行一次 當然 之前一棟有很多都未簽 後來 一段時間 三個月半年就簽了 現在只剩下十幾十個單位 無論多少單位都好 我們都會盡力跟大家做 如果這一段時間 他們都未被答覆 或者還未簽 我就建議大家 可以親身上來 拿你個人資料 以及你的新屋收股研究書 去到當地的 相關部門 住建部門 進行這個 申訴 投訴 問一下原因 或者你要登記一下 為甚麼呢 因為業主 本人過去 他才會比較重視 因為我們不是業主 我們更加代表不了業主 去 怎麼說呢 去投訴 因為你本人嘛 其實網簽都屬於補交問題 到時大家可以去到這個地址 剛剛說的 我鋪上給大家看 去到這個 這個肖慶頂戶住建局 你說投訴網簽問題 一無非就是線下 你去延長 或者 很直接的東西都可以打電話 去打肖慶市 12345的政府熱線 進行這個投訴 申訴 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我們這些同事 都 代表 不說代表 幫業主 投訴到很多次 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時間 都去 操作一下 如果是拍了這條片之後 可能過一陣子簽了之後 他不解決 如果還解決不了 我們都看到 西江名郡 一個 未網簽群 加上 十幾二十個單位 可能十個八個業主 可能十多個業主 不是很多 其實 再早 可能再早 七八個月前 其實 有一批都是未網簽的 不斷去追 不斷去投訴 慢慢就開始簽 但是擠牙膏 這樣的時間 準備收樓 有些業主在收樓 都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建議大家 倒不如主動出擊 除了西江名郡之外 其他樓盤都一樣 有些樓盤 是 收樓延期的 因為現在大環境差 很多樓盤 合同何時收樓 過了收樓時間 但是發展商又沒有通知 又沒有賠償 怎麼辦呢 這樣的問題 我們其實 我們中軒一直 有同時去跟進大家 有小部分樓盤 延期交樓 又未被通知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都 一如人大家 都這麼頭癢 甚至有些業主的心情 我們都要理解 我買了樓之後 增加樓 買完了 但是到收樓時間 但是又收不到樓 怎麼辦呢 你們又不幫我收樓 你們又不給我們確定收樓的時間 我們又不給一個確實的一個 叫什麼 賠償方案 然後 何時可以交流 從頭到尾 我們都有 去跟發展商溝通 我知道這陣子都有一些樓盤 不是很大的樓盤 是其他樓盤 其實業主 都是 我們業主有10個8個 即是小部分 小數 業主買了 都是兆慶的一個樓盤 來的 這個樓盤 比較少 是預期收樓 這個發展商 但是 買到這個 就剛剛好 延期收樓 收樓通知書各方面延期通知都沒有發別業主 其實 很多同時都有去找我 或者有些主問我 怎麼算了 好像還沒收樓 他合同寫 半年前是寫收樓 接著 又說 消息 發展商消息 我們問到消息 去到23年 12月沒收樓 現在1月份怎麼辦 是嗎 我們問發展商 他們 一直 即是他過了的時間 合同期時間 他都說12月31 叫我們等 就說針對性裝修 接著怎樣 好了 到12月底過了之後 都沒有收樓 是嗎 那就是 是嗎 但是大部份 是理解的 就是說 收不到樓怎麼辦 中堅會不會幫我們去 跟進的 會不會幫我們聯絡的 其實呢 我們一直有幫大家跟進 一直都有跟他們的 營銷負責人跟進 每個樓盤他都不同 那麼 大部份發展商 我對接 都是那些叫 營銷 營銷是銷售善的老總 他畢竟 老總也好 他的職位也好 他們很多東西 他們控制不到的集團 他們只能夠 我們問到他 他就無靈兩可了 那些月主 追到我們 現在變成我們的問題 嘩 中堅你不讓我收樓 中堅你合同委約 中堅你不交樓給我 中堅你不幫我跟進 其實 我在視頻上跟大家說 就是我們 一直都有跟進 一直都有跟他們的負責人 微信 電話 甚至有拜訪 都有的 只能夠說 因為他說的時間剛剛過了 他們又給不到一個 延期通知書之類的 有些發展商都難得發 直至都沒有發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 我們現在又問回他們 的負責人 刑銷老總也好 甚至柔樓報紙也沒有人 他問回相關 或是以前負責的 他跟他說 無非你就要起訴 起訴發展商 有些內地業處起訴 一就是你去投訴 起訴的 起訴我暫時 即是我們一直以往 我們都不是很建議 不是說 這個是個人的 我個人就不是很建議 暫時來說不去到最差的情況 投訴 我覺得投訴的方法都可行 你如果發展商又交不到樓給你 又沒有給你答覆 近發展商都沒有給我們答覆 我們更加給不到準確答覆 是不是 所以我只能夠 建議業主 去當地的 即是 你在什麼區 你在鼎湖區 你就去鼎湖區 進行投訴 你在高邀區 你就去高邀區 在不同城市 佛山就去佛山 去到這些 住建部門 進行一個 投訴 申訴 或者打電話 甚至我們都建了一些群 協助大家 或者給個建議大家 你去投訴 或者申訴 因為我們 不是業主本人 所以你說真的去到相關部門 我只能夠進行溝通 是不是 但是溝通了 很多次都沒有效果的時候 是不是 業主就要 我們主動出擊 我們中軒 即是成交的 九成已經收了樓 九成已經網簽了 即是接近九成 已經完成了 這個售後服務 是不是 我們這幾年的 無論從我們的買樓 和現在 我們是叫持續跟進 跟進到底 服務到底 其實我們的服務 的 成本和一個 精力都是 投入非常之巨大的 為什麼我們中軒的服務 甚至是 不收費 免費 服務其實是一個責任 是不是 是一個責任 不是說 為了口碑 或者為了其他東西 在 早兩個月 2023年 11月份 兩個月前 我們專門安排 幾個管家 在兆慶 西江命棍 這個是其中一個社區 可能這個社區 是不是對這個業主特別好呢 其他之前是沒有爆雷的 收納會比較正常 或者其中一個業主 可能比較小 比較小 其實我們的跟進 並不是代表沒有跟進 這個盤 很多 我們真是 我鋪回以前的照片和片 工地 不是開玩笑的 我鞋子都走爛了很多隊 已經 真的是工地來的 不是說 不是說 不是說做秀 不是說什麼 業主說 個個都 不知道什麼情況 就是上去跟 你看了實物之後 是啊 在裝修中 可能放心一點 大家都放心一點 我覺得這個是責任來的 都當收樓 突然間收不到 或者心情我都理解 都會比較 可能會比較什麼 是不是 可能心情會 不好受 難受一些 其實大家都是一樣的 新聞也有看 香港中原 或者什麼 細年行 易居 這些上市公司 都是 恆大也好 很多地方 差點用金 非常之巨大 都是一樣 是嗎 中堅 都不是 都不是 例外 都不是 叫獨自其身 我們有專門一個律師群 五個律師 全部起訴 各大發展商都有 基本上 在紹興也好 珠海也好 出名過幾個 很多 經常賣過幾個盤 一定是走不掉的 有些官司進行中 有些公司 一審 一審 一審二審 反正很多 甚至有些打贏了 一樣是沒有錢給的 發展商保交樓 是嗎 反而業主有保障 因為你是業主 我收了樓 我買了樓之後 國家進行一個保護 暫時未完算到我們 未保護到我們的 公司 的一個制度 第一個 很多用金收不到 第二個 我們 收不到我們也有照做服務 收樓延樓 各方面的服務 中間一直都是 真是全力以赴 盡心盡責 去做我們的極致服務 所以 我一直都想拍片 跟大家去 當作談計談一談 反正這段時間 剛好過來了 在這裏真是一個 比較應景 恆大西港民港 我們真是 一花一草 一磚一木 以及 砌屋子 砌屋子 看著它 每塊磚鋪上來 每棵樹種貫植 以及 每套房的裝修 我們全程 不叫參 可不叫參與呢 我們是見證 和 看著它 去搞的 非常之有感情 我相信 我們 恆大這班業主 可能是一個 被別人說到 以前未收樓時 是被人說到 幸運而相引號 是吧 幸運而意思 就是 你買了恆大嗎 我相信大家都有這個心情 甚至也不想提 但是 就是因為這班 業主 大家經歷過很艱難 這班業主 和大家 我們 有很多業主都有默契 意思 默契是哪方面 大家都 理解到 再加上 大家經歷了這一波之後 這班業主 可能會比較熟悉 無論如何 其實問題都可以 去解決 可能未解決到問題 需要一點時間 希望大家都可以 內心等待一下 是不是 或者 例如 關於這些 基本上我們過賣 這幾個月 應該 二、四年頭半年 我們的服務 基本上是七七八八 即是我們之前賣的樓 收樓 鹽樓 各方面的服務 基本上 之前賣的 是七七八八 我們去到 我今天在這裡和大家說 做了九成以上 即是我們的服務 完善 做了九成以上 我才和大家說出來 周軒 做了服務 去 跟進了 去投訴了 去任何事情 都和大家說一說 是不是 希望大家 給予支持和鼓勵我們 我們接下來了 2024年 希望會更加好 鏡頭前面的 我們的 粉絲 老業主 和我們的客戶 再次表示 這個 熱力的 感激和感謝 因為我們時不時 做一些活動 有些客戶 分享一下 和我們說 我是你 第100個粉絲 第幾十個粉絲 我都很感動 是呀 是不是 這幾年 經歷很多 這幾年 真是歷歷在目 真是發生很多的事 又忙碌 有很多不同的事 是不是 無論如何 大家 希望 2024年 更加美好 多謝大家 關注大灣區 最快最新的資訊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鐘仔 再順手給個like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啦